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奇迹 在印度的一个普通家庭里 一对年轻夫妇俩正在为同一件事而发愁 一年前刚刚新婚的他们发现妻子怀孕了 起初夫妇俩并不打算要这个孩子 但去医院检查之后 医生告诉他们有可能怀的是多胞胎 他们这才打消了放弃孩子的想法 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妻子的肚子也是越变越大 由开始的皮球般那么大 到后来变成不能下地走路 最后居然大到快站满了一张床 现在快要临产了 所有人都担心她的安危 连医生也很惊讶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肚子 如果抛肤产 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 可最后的结果也震惊了所有人 从她肚子里居然诞生了17个孩子 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17个孩子居然都存活下来了 一天之中生下了17胞胎 原本兴奋的丈夫也变得忧愁起来 这17个孩子可怎么样才养得活呀 在妻子产后两个月 身体慢慢恢复的过程当中 17个孩子也平安的生存下来 年轻的夫妇俩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 也过上了比较幸福的生活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一个产妇 怀上17胞胎呢 这种病患的专手又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女性在每个月只排一次卵子 而每次也只排一科 但是当女性每个月产卵数多 多余的卵子和精子 假如都能够成功受精 或者一个受精卵 分裂成多个 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呢 都有可能产生多胞胎 而随着以外受精技术的发展 多胞胎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常见 所谓的以外受精 也就是像孕者的子宫里 输入多个受精卵 只要有一个存活在来 便能生出健康的婴儿 如果多个受精卵都能成功存活的话 就能产生出多胞胎 不过有人说了 生这么多 正好能组成一个足球队 但是如果在一个平常家庭里 这么多孩子 光尿布 奶粉 衣服和学费 这位爸爸 你可是摊上大事了呀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可以小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来关注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 同时对节目的建议和意见 也可以通过微博微信账号来留言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谢谢大家